来看看新闻网 今年来由于学美比赛 越发地注重智慧与美貌并存 因此拥有硕士学历的阎蒙 能成为此次重庆赛区的冠军 似乎也合乎情理 我还是有一点意外 但是还是很开心 毕竟这段时间 我自己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这个是真实的 虽说学识谈吐 绝对是考核美女的一大标准 但在大多数网友们看来 阎蒙的长相显然离他们心中的冠军模样 相去甚远 所以仅仅因为高学历 就摘下选美大赛的后冠 显然很难让观众信服 而说到智慧与美貌并重 在不少观众心中 1991年获得港姐贵官的女硕士 顾矮民才是典范 长得很有特点 不该看 看得睡不着 这比赛只有三个人参加 还是抓就抓出来的 一场赏心悦目的选美比赛 逐中变成一场无休止的吐槽大会 这恐怕着主办方始料未及的 负责人赶紧出面回应 称由于灯光和化妆造型的缘故 才让选手无故中枪 而对于选美比赛过程中的 暗箱操作一说 国际小姐重庆赛区负责人 佟小姐表示 纯属空学来风 这猜测是难免的 因为网友看到的 它只是一个平面的一个照片 他并不能感受到现场 因为就是我们比赛 比赛它是现场出场季的 之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网友他通过的这个图片 说可能是跟他心目中的有差距 就是因为他不能了解到 选手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条件 尽管如此 细心的网友们 依旧没有停下搜索的脚步 除了将季军陶玉杰的 微博账号公布于众 陶玉杰的雷人表情 更是被复制成了各种明星脸 赵薇 林志玲 范冰冰 无一幸免 沃德纲更是躺着也中枪 虽然质疑生一片 但从数以千计的海选选手中 脱颖而出的重庆散美 不久之后将参加全国比赛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虹小姐也透露 这次的风波多多少少 让才刚刚二十多岁的三强选手 背负了不少出乎他们意料的压力 他们都是一些在校的学生 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所以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也是尽量地 给他们一个平静的环境 不太想让他们有太多的压力 因为眼看着他们要代表 这个重庆赛区去参加 这个中国区总决赛 那这样的话 如果带着更太多的压力 也是不太好的对他们来说 都说重庆出美女 娱乐圈中重庆籍女星 更是数不胜数 首当其冲的就是凭借穷妖剧 苍天有泪一炮而红的蒋琴琴 小赛 你用点力气好不好 你这么斯文 衣服根本就你不干嘛 注意在前 也难怪看看们 对学美结果持保留态度 当然要想真正躋身娱乐圈 并占有一席之地 光有美貌也是不行的 出道时长相平平的吴俊儒 数十年如一日 在各大影视剧中 赶当绿叶角色 但每每亮相 都有宣兵夺主之事 不是说每个男人 都喜欢厚嘴唇的吗 而入境 外国人眼中最美的中国脸 张曼玉 昔日当选 1983年香港小姐亚军时 也曾被王晶用一个丑字来形容 我记得王晶 我第一次跟 曾经在小学公司 很多年前 在小学公司 跟他合作拍电影的时候 他跟我讲 这个女生好丑 但是他很可爱 所以他找他拍那个电影 那个是加曼玉 他是很丑但是很可爱 在质疑声中成长 可以说是进入娱乐圈的必修课 所以对于重庆三美而言 在长平之初就经历一些磨难 或许也并非是件坏事 是金子总会发光 倘若一切切如主办方所言 那么这三个女孩 定会在日后的比赛中 让大家看到她们真正的实力 届时遥远也会不攻自破 新闻的在线 综合报道